好 健身完了 继续读书 这段废话 王三峰叫做夜不掩月明 阳光帝回去 张云阳副书记叫去问 阳光帝汇报 说我的印象是四句话 十六个字 张云阳说 说来听听 阳光帝打开笔记本 只给张云阳看 是这样 冬不敬日暖 夜不掩月明 乌泥肥莲花烈火 是真金 张云看来点头说 评价不低吗 阳光帝说 一个人被专政 还保持着锋芒 在抽红猪剑里 还能自拉自唱 说他的精神该多强大 这样的人是打不倒的 永远打不倒 张云轻轻地说 他是如明铁蛋 绰号捉狼瓦 身为同意解放王三峰 地区古书记早掉走了 新来的熊书记 不很熟悉王三峰 丁一川却心中不愤 召开张家华的批判会 估计要王三峰化言 王三峰明白是刁烂的 要批就得违心说话 不批自己的解放就有危险 丁一川主持 满脸的幸灾乐祸 说 王三峰 你一向标榜自己 从不说假话 今天就是考验 看你说真话还是假话 王三峰慢慢说 只要没人反对 我可以保证 句句都说真话 其次 保证不说假话 丁一川立即打断 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王三峰摊一下手 说 看来只好推而求其次了 丁一川首先发难 王三峰 替天行道的事 我今天不想提 我只问你一句 张建华是不是你替天行道 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 王三峰说 张建华是替天行道的骨干成员 但他是替天行道 不反党集团骨干 不是替天行道 反党集团的骨干 你少说了一个步子 好 拜拜 下回见